女生是怎么喜欢上一个男生的 其实女生喜欢一个人是有逻辑的 而且这个逻辑如果说你能够掌握 你就可以轻松的追到自己喜欢的人 在女生心里你就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就是今天这条视频兄弟们慢慢看慢慢研究 如果说你研究透了 好过你看100个没用的视频 女生喜欢你的第一步追求价值 这个很好理解吧 人都喜欢追求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男人和女人追求的价值是不同的 男人喜欢什么呢 女人的身材颜值年轻有活力 只要女生身上有这三个点 男生基本上就是玩命的追 可以说价值是爱情产生的原动力 但如果说一个女生身高1米4 水桶腰只有几根头发 脸上的全是麻子 我想她对你再好 给你买车买房 给你说不要彩礼 你也不会爱上她 所以第一步就是 你要有女生想要的价值 那女生想要的价值是什么呢 听好了啊 颜值 有趣 能力 事业 金钱 情绪 拥有任何一条 你都是有优势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让女生付出 付出产生爱情 一个女生她再漂亮 如果说你没有付出 你也不会爱上她 比如说你在大街上 看见一个美女擦肩而过了 或者说你在直播间 然后刷到一个美女 然后几秒钟你就滑走了 你并不会爱上她 为什么呢 你只是看了她一眼而已 你没有付出任何东西 但是你追的女生就不一样了 可能她发了个朋友圈 你都要盯半天 然后把图片放大N倍 然后你再想 哎呀我要怎么评论 或者我要怎么点赞 才能引起她的注意力呢 喜欢的女生聊天啊 光开场你就能想上一上午 女生说 哎我最近在追剧 你为了跟她聊天有话题呢 你就追到了凌晨四点看了十几 结果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 你本来呢 想给自己换一部手机 后来一想 哎呀今年也没赚什么钱 算了吧省着点吧 结果呢 你一回头就给女生 花几千买了个礼物 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付出了时间精力金钱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每一件事 你都付出了感情 所以说没有付出就没有爱 如果说你想让一个妹子爱上你 你就要让她付出 付出什么呢 时间精力感情身体情绪 当然了也包括钱 就是付出的越多 她就越爱你 然后第三呢 就是合理化 说白了就是爱是很主观的 你爱她是你觉得你爱她 可能呢你会想 哎我为什么老翻她的朋友圈呢 为什么我一和她聊天 我就紧张的 我为什么自己不舍得花钱 然后反而给她买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为什么我总是梦到她呢 就是你把这些所有的行为 给了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是我爱她 谈过恋爱的兄弟都知道啊 一旦一个女生和你发生关系之后 她会立马变得很黏你很爱你 她爱你的程度 能上伤好几个档次 为什么呢 因为她付出了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女生的身体 她会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才谈了半个月 就发生关系了 而且呢我还不排斥 或者说很享受 为什么呢 哦因为我爱她 然后第四个就是情绪依赖 什么叫情绪依赖呢 就是半夜一点 然后女生发了个朋友圈 有点失落 然后你第一时间跑回去安慰她 哎你没想到 这个时候女生秒回你了 你一瞬间就心情若狂 哎呀我的女神竟然秒回我了 她竟然和我聊了半个小时 然后很主动 她竟然很主动的跟我说晚安 你的情绪瞬间被她点燃了 然后达到一个顶点 然后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呢 你还想继续和她聊 然后你发了好几句话 哎你发现她根本就没回你 然后你又变得很失落 然后第三天早上呢 女生主动和你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晚上睡着了 没看见 然后你又会变得很开心 就是这样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情绪完全依赖于这个女生 只有她才能让你变得很快乐 除此之外呢 别的都不行 比如说你捡了个钱包 或者是你发奖金了 你都不会很开心 只有她才能让你达到情绪的高点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啊 你想让一个女生爱上你 一定要让女生有情绪 如果说她全程都是很理智的 她是不会爱上你的 所以一定要有情绪的波动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呢 会哄得她很开心 有的时候呢 你一天没找她 她会跑过来抱怨你 哎你怎么不找我了呀 是不是把我忘了呀 有的时候呢 你会调戏她 会让她有点小生气 有的时候呢 你聊你的前女友 她会有点吃醋 就是让女生的情绪是多变的 高低起伏 最后完全依赖于你 女生会觉得 好玩好刺激好上头 她才会爱上你